接下來帶各位來關心到的是 在台北市的部分呢 現在在持續的查 因為之前呢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卸任之前 就有被質疑過 他任內的一些政績 會不會到最後呢 會變成一些弊端呢 好 現在呢一一被點出說 好像是一些未爆彈 或甚至是已經爆開來的 備受爭議跟質疑的 包含的是三個部分 一個是北市科 然後呢 再來是金華城 還有呢 台治光 這幾件事情呢 我們一一的把它給履清楚 好 現在看到的是呢 在原大的部分呢 他特別 原大人壽呢 特別發出聲明澄清 說呢 他們自己是沒有 參與北市科案 沒有去接觸任何 或者是呢 做任何的討論 他說呢 當時有兩名 原大人壽投資人 雖然有簽名 可是簽的是什麼 談的是什麼 叫做 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BOT案 你看一個是內湖 一個是北市科 就知道這是兩回事 好 這邊呢 雖然說把兩個簽名 給打馬賽克了 但是呢 內容聲明就是直接呢 給大家來看了 好 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他就會有一個疑慮 是在於哪裡呢 因為整件事情 從這個科士府時代開始 他們當初的一個說法 跟呢 原大人壽的說法 是完全不相同的 這個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為什麼呢 原大人壽說的說法是說 沒有接觸沒有討論嘛 但是呢 台北市府居然還可以拿出來 所謂的一些證據 然後呢 說他們是有這個對接過的 好 整件事情呢 台北市議員尤淑慧就跳出來了 他說原大如果真的沒有跟科士府 討論過北市科案 那麼號稱原大人壽訪談記錄的內容 那是怎麼掰出來的 是掰出來的 還是怎樣生出來的 這個到底是原大被拐來簽名呢 還是當時的副秘書長會議主持人 應該要好好的 這位是林玉宏 應該要出面說明 這到底是呢 無中生有 還是有人說謊 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查清楚 而且呢 這個市府會議記錄 我們來看到是 12月16號的下午2點鐘 但是呢 原大聲明確是 12月16號下午4點入府 這中間落差的兩個小時 完全就是都不龍啊 還是說另一種可能 難道是科士府拿原大人壽當人頭 還是說其實是原大人壽一直在說謊呢 好 除了剛剛點名了 這個當時的副秘書長會議主持人 林玉宏應該要出面做出澄清之外呢 包含的是已經卸任的科士長 應該也要出面來好好的說清楚 否則呢 真相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好 不過呢 剛剛提到了 除了柯文哲之外呢 這位林玉宏 當時是作為時任副秘書長 她也作為整個會議的主持人 好 那她現在呢 我們來看到她現在是已經到了台中市府了 也是當副秘書長 好 不過呢 她因為現在的選份的關係 好 你可以看到她這邊寫說 一切就是以台北市政府的官方紀錄為主 如今呢 就任台中市政府 那就不對這件事情來表示意見了 因為畢竟人在台中市府 那個講出來的話 跟台中市府這個變成是簽上關係了 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呢 她認為說應該這個切割乾淨 當初會議怎麼開的 這個紀錄其實都是有資料的 那就把它拿出來做核對了 好 另外呢 我們也來看到 在金華城的爭議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金華城反而是這個 跳出來喊圓啊 怎麼回事呢 好 我們來看到了 新華城還特別在報紙刊登廣告 聲稱說呢 37年來 他們是受害者的角色是不是 他說呢 始終被北市府霸凌啊 容積率取得一切合法 呼籲說蔣市府呢 這個移送檢調偵辦 未來呢 對不實指控呢 將會提告 好 這件事情怎麼回事啊 其實呢 就要講到在柯文哲 當任台北市長的這個時代了 好 當時呢 這個金華城好 接下來呢 要去興建 好 整件事情呢 在2018年的時候 柯文哲任內 對吧 這個呢 他把這個容積率呢 從392%升到了560% 好 然後呢 更有勝者 2022年任期內吧 暴增到了840% 這個暴增出來的容積率 就是現在呢 被點出來 特別有疑慮的地方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理由 有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好處 為什麼可以拿到840% 這樣暴漲式的容積率 而且時間點你看 又是2018 又是2022 這兩個時間點 是不是都跟選舉年 是同樣的年份呢 好 所以這整件事情呢 大家就說要來好好的查一查 我們來看到了 台北系員許淑華呢 這個綠營的許淑華就講說呢 這個金華城呢 新的建商 這個興建商辦呢 興建商辦這件事情 它不是都更案啊 但是呢 怎麼可以依照這個 都市計畫法呢 去申請容積獎勵 好 創立名目嗎 這個是無中生有的嗎 拿到史上最高容積獎勵啊 840%啊 多金人 這個換算下來哦 預估啦 可以達到840%的容積率呢 獲益上百億哦 恐怕呢 還可以這個多2萬多坪的利益 好 這整件事情呢 金華城到底為什麼可以 跳出來喊冤呢 因為金華城說那個 我還有要認這個公員 然後我還要去修建馬路 這個我是用一些代價換來的容積 不是說呢 莫名其妙而拿到了好處 好 這整件事情呢 台北系議員李柏毅也跳出來質疑了 他包含了說很多這個關鍵的會議紀錄 沒有紀錄好 然後呢很多官員 而且呢這個75%以上是神隱不出席的 這一看是不是有問題呢 奇怪了 在這個北市府這裡講在所有的開會 應該都要有所謂的開會紀錄嘛 剛剛講到這個北市科的問題 跟元納人壽之間的爭議 他們聲稱是有這個相關的紀錄 那就拿出來看嘛 有問題就回過頭來檢視 可是呢這個一查 金華城的案子怎麼會有一些會議紀錄 是沒有紀錄呢 這整件事情看起來就藏有貓膩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呢 台北新聞郵書會就再次的點評了 他就說了 這個最愛指點江山的柯文哲 這次怎麼躲起來啦 奇怪了吧 財團好朋友搬出來刀叉吃人肉 這話應該要還給柯文哲了啦 不過呢我們來看到是這個前台北市副市長呢 就特別講到了說 有問題你送檢調啦 不要再用這樣子的方式來丟髒水 他覺得這個都是抹上去的 那麼現任的台北市長蔣萬恩呢 特別提到了 他說陣風處已經啟動調查 那就讓陣風處去釐清史實 那麼前台北市長郝文斌呢 因為畢竟在金華城口中的這個 前面37年也歷經過呢 好市府時代 他特別講到了 他說任內呢 對於榮基獎勵是依法行政 而且嚴格把關的 看到了這個衛京集團的聲明發現 跟民眾黨口徑一致啊 都在轉移 給予過高榮基率的爭議 希望柯文哲要自己面對質疑 無需利用財團當打手 因為最一開始的這個百分之 560的這樣子的一個榮基率 他還算是一個合理範圍 而且呢在好市府時代是嚴格控管 把關守住那一道的榮基率的比例 但是呢卻暴漲到了840% 好這整件事情呢 現在被覺得說有貓膩 然後現在呢 此案也被藍綠正在夾擊當中 好我們來看到台北市議員呢 簡書培就質疑說呢 替星光集團量身打造投資環境 台北市議員尤淑慧也說了 他覺得柯市府有圖利金華城的嫌疑 那麼對此呢 民眾黨台北市議會黨團就召開記者會 認為說呢 這個遇到事情 藍綠是不是一家親啊 秀出14份的會議紀錄反擊 直接呢 把球又丟給了台北市長蔣萬安 說放任議員拿錯誤資料造謠 這整件事情狀況是什麼一起來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過去任內三大案遭藍綠議員猛攻 台北市議員減書培再控 北市科 連日猛攻不見柯文哲正面回應 倒是民眾黨團不忍了 拿出14份會議紀錄回擊 從星光人壽兩次訪談記錄中 確實提到 若三塊基地分開招標 還要再進一步評估 也建議將權利金下收 但其他公司包括洪華先進 也提出可評估降低開發權利金 原利也建議可以調降權利金 甚至日前聲稱 完全沒接觸北市府的原大 在會議紀錄上也明確顯示 不但有談地上權 也曾建議要三地分開招標 至於金華城在柯市府任內 容積率暴增到百分之八百四 台北市議員游書會 諷刺柯文哲拿刀叉吃人肉 創下史上最高容積率 和財團的關係千絲萬縷 我們現在在查的是五百六 怎麼變成八百四 這一段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嗎 柯文哲你為什麼為審慶金 創下這麼多的第一個 跟威京小省很麻吉 請問一下金華城的威京小省 過去跟國民黨的淵源 我相信有熟會議員不會不知道 現在是碰到柯文哲 藍綠一家親了嗎 藍綠聯手砲打柯前市府 民眾黨台北市議會黨團痛批 可以講完放任議員拿錯誤資料 打擊政敵 卻不願意澄清讓公務員背黑鍋 請問市府是不是提供資料 給議員左手打右手 台北市的市長在哪裡 台北市的市長還在chill嗎 正風已經啟動相關的調查 那議會需要收集資料 我們也都是依法 依程序來給予 針對北市科以及金華城融積案 除了台北市啟動正風調查 北市議會也將成立九人調查 專案小組追查有無必案隱身其中 記者彭一德 蔡平方台北市長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藥室